大家好,我是大琼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玫瑰花牛奶小馒头 已经在家,橡皮泥很快就汇汇完了 于是带着小朋友们开始玩面团 一把刀,一根擀面杖,一个凉杯,在家玩出新花样 喜欢白玫瑰的洁白,淡雅 也是应朋友要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小馒头颜值高,好吃又好看 每次做26个,俩人一顿就能吃完 跟吃饺子一样,一口一个 需要用的中筋面粉150克 加入10克白糖和1.5克干酵母 再把牛奶分次倒进去,搅拌成面絮 然后加入黄油,揉成面团 面团不需要揉光滑,我们今天用压面剂来解决揉面的问题 为了使面团能顺利的进压面剂,我们先把面团擀薄一点 压面剂调到8档,也就是面片最后的位置,我们来压面 压好的面片对折,然后再把面片放入压面剂,进行第二次压面 重复以上步骤大概15次左右,就能得到光滑的面片 然后把压面剂调到二档,压成大概2毫米厚的面片 压好的面片用凉杯压成一个个的小圆形 我用的是家里小朋友喝药的凉杯 圆形面片的大小决定了花的大小 如果想要大一点的话可以用大一点的模具压成大一点的圆形 我们把圆面片撕下来 然后剩下的面可以继续放进压面剂压成面片 我们现在来组合花朵,把一个一个面片落起来 总共需要7个面片 中间用筷子压一下 然后翻个面 从最上面的一个面片卷起 把它卷成一个圆柱 中间切开就是两朵玫瑰花 可以把花瓣修整一下 可以把花瓣修整一下 做好的花朵防止表面被分干 放在蒸笼里盖上盖子或者保鲜膜 接下来我们做叶子部分 剩下边角料的面片 加入两滴绿色食用素素 也可以用抹茶粉或者菠菜粉代替 然后揉成均匀的绿色面团 然后把面团放进压面剂压成2mm厚的面片 同样的方法 用凉杯压出一个叶子的形状 然后用擀面杖稍微擀长一点 切成两块 用刀子压出叶子的纹路 拿起一个叶子 把一个边对折一下 然后再把那个边压一下 压下去 这样一个叶子就做好了 做好的叶子我们在上面沾一点水 然后沾在玫瑰花的底部 这样一朵玫瑰花就做好了 做好的玫瑰花放在蒸笼里盖上盖子 室温醒发30分钟 我家的温度大概是25度左右 饧发好的馒头冷水上锅 水开后蒸7分钟就可以了 一朵朵漂亮的白玫瑰就出锅了 外表非常光滑饱满 拿起来一个看一下 灯光下可以反光 可以撕着吃一层一层的 也可以一口一个 牛奶和黄油的香味都能品尝到 喜欢的可以配着炼乳吃 也可以蘸果酱或者酸奶 喜欢我做的美食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要是这里吗 对啊 这样酸奶好不好好吃啊 真的啊 哪个好吃啊 这个好吃 真的啊 真的啊 米拉要不要牛奶果 嗯 嗯 我也要吃 这个滑滑馒头 你要吃你的滑滑馒头 嗯 滑滑馒头好吃吗 滑滑馒头好吃还是酸奶好吃 真的好吃 啊 都好吃啊 我 它是吃酸的 是 我说 那个牛奶果好吃 它是 滑滑馒头 它酸奶好吃 嗯 等会儿还有吃鸡蛋 好 快吃吧 我也吃 嗯 妈妈 如果我蘸这些包 它吃的 Candy 嗯 它吃 Candy 嗯 牛奶果很好吃 是不是 它吃牛奶果 很健康 是牛奶果很健康 我健康 我会长高 好高 好高 你看我都长到你的这里了 对 你已经快赶上我了 对 你呢 嗯 你吃牛奶果 你也会长吗 对啊 米兰呢 我会长爸爸那样高 我会长你那样高 我就是妈妈 嗯 好米兰就是我啦 我长甜甜甜咕咕咕咕高的 好我们就没有甜甜了 那就是一位小baby 对 好 这有米兰是不是 嗯 米兰 你要不要吃一个牛奶果 妈妈给你给一个 要不要 她只是想吃那里面的啥奶 我喝牛奶 这牛奶是啥奶 要不要 先放它 可以 我把牛奶果吃完咯 看看有没有 还要牛奶 还要牛奶 我再吃一个 你们的花花馒头可以吗 嗯 可不可以 妈妈吃一个可不可以 妈妈吃一个可不可以 妈妈你可以蘸果的 哦蘸我的 我蘸的一个酸蛋 嗯 哇 蘸酸蛋好好吃 嗯 太好吃了 我喜欢奶酸 吃面边的酸蛋 嗯 嗯 吃吃面边的酸蛋 嗯 嗯 好好吃 好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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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 你吃一点 鸡蛋好不好 要不要吃鸡蛋 我给你弄鸡蛋吃好不好 嗯 嗯 嗯 等一下你先喝后面吃 嗯 嗯 你这是过 米兰这是过 米兰你还要吃吗 嗯 吃这么多 米兰一碗就吃完了 再吃个鸡蛋好不好 哎呦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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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做好了 少吃一点 咽下去再吃下一口 妈妈 咽上面跟它一口 就先吃了